公仔店老板小腾 向上游厂商以每只公仔4500元的价格 订购了10只公仔 他与厂商谈好验货方式 10只公仔中任挑3只拆开验货 若任一只有瑕疵则整批退货 若3只都无瑕疵则以约定好的价格 购买整批公仔 已知上游厂商生产的每只公仔成本为1500元 而该批预售出的公仔有两次为瑕疵品 则该上游厂商在小腾这笔订单中的获利期望值为多少 那首先我们先来计算 返品被退货的几率 被退货的几率分成两个状况 一个是三只验货的公仔中有一只是不良品 那或者是有两只是不良品 所以计算的几率分母的部分 就是十只公仔中任选三只 那其中有一只是不良品的状况 就是两只其中一只 然后剩下八只两品中选两只 要或者是两只不良品的话 就是从两只中任选两只 然后再从剩下的八十两品中任选一只 所以计算后可以得到被退货的几率是十五分之八 那所以上游厂商获利的期望值 就可以表示成是每只公仔售出价格是四千五 那扣掉成本 然后有十只公仔 然后没有被退货的几率 然后再加上 如果被退货的话 等于是亏损一千五百元 那一次亏损就是十只 那乘上被退货的几率 所以计算后可以得到 获利期望值为六千元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